明年七合一选举就要登场了 而这次想要搅逐台北市长的绿营参选人 可以说是大爆炸 各方人马为了抢票都拼了 上午有一场头发一剪活动 不但柯文哲 吕秀莲 还有孤立雄 以及许天才都出席 孤立雄甚至还当场礼法 响应口号 改革从头做起 而稍晚到场的柯文哲 也来了一场魔术秀 拼人气 出镜花招 孤立雄话说得豪气 但礼法师真的剪得下去吗 现场没法秀上演 看得出来身经百战的顾律师 还是会紧张 虽然身体法夫受制父母 为了选票还是要聊了去 毕竟就算不提党外 目前民调第一的柯文哲 明镜党内初选也要先过老前辈这关 怎么只有台北市设了一个征选小组 可是迟迟没有启动 我也觉得很纳闷 我是觉得如果是党的机制 应该要是一致性的 人家说初选以前不可以剪头发 我想应该还好吧 我没有这个迷信 党内提名之后 我想就党的整个机制再来说 大家只是说108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绿营这边还是不要分裂 不只吕秀连孤立雄同场 也许偏才也来拼人气 当然还少不了柯文哲 一 二 三 很贵啦 诶 四 五 四 其实都可以啦 我是说一阶段两阶段 怎样我都可以 魔法秀PK没法秀 不过柯文哲避开跟孤吕同台 没同场禁忌 事前先和支持者赞助的公车广告亮相 在台北街头柯文哲先起跑 毕竟要各显神通 变出选票 每位参选人都想化身大魔术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